民進黨政策委執行長王毅川 日前披露輕鬧運動的組成 立委徐曉星指控 資料是來自中華電信子公司 釋放電訊 民進黨5月27號的 黨政主管會議上面 拿出了一份釋放電訊的報告 來做相關的交叉比對 這與王毅川他所說的 道庭說明說有資料不謀而合 他如果是你們的伺服器廠商 接受了中華電信相關的訊息 我們的個資傳到了 這個子公司裡面 也可以販售嗎 沒有販售這個問題 徐曉星指控 釋放電訊長期與民進黨合作 但中華電信強調 子公司絕對沒有販售任何資料 釋放電信也發聲明 強調業務經營 是以國內外企業客戶為主 不涉及行動通訊系統服務 也與行動個資收集無關 中華電信的客戶資料 有存在釋放的所謂的IDC裡面嗎 包圍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剛剛的委員質詢說 有沒有可能洩漏情資的時候 你不是應該要明確的說出來嗎 否則這種連連看 沒有證據 馬上就變成什麼 傳出去 那就好像變成是中華電信 跟釋放電信 一起來情搜或是收羅民間的資訊喔 所以我再問一次 中華電信的客戶資料 有存在釋放電信的IDC裡頭嗎 包圍沒有 媒體上反擊 許曉欣又開始連連看 諷刺她的質詢需要轉移 被詐騙犯解夫指控正義的焦點 別的部分就連連看 大肆的放大 而自己的就輕輕放下 閃躲轉移焦點 我沒有玩股票 然後我也沒有接受任何回饋 然後潛艦聲文 根本是不可能有人取得 如果我有潛艦聲文的話 我今天不會在那邊 自己找到被警察抓走了 許曉欣被大股丈夫杜秉淳指控 正義纏身 隔天拿正義話題質詢 兩起事件都還在等待釐清真相 三新聞李維廷楊凱恩 台北報導